歡迎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是周慶玲 我們持續還是來繼續的討論 這個所謂走路攻的問題 那麼還是再度的介紹 我們現場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林潮昕 大家好 還有台北大學教授莊啟明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鄭詩誠 大家好 好 我們看到了 在今天的記者會當中 黃國昌副研究員 他的這個記者會當中 就有記者問了 說蔡英文當初上街 這個去抗議的時候 那麼追隨的群眾 在他離開這個現場之後呢 爆發了衝突 蔡英文講說 這些人不是我帶的喔 同樣這個道理 是不是可以用來套在解釋 黃國昌撇清跟學生 收走路攻的這個關係呢 但是呢 黃國昌痛斥說 這個是不倫不類 非常的荒謬 我們先來聽 蔡英文主席 他過去在帶頭一個 就是遊行的運動的時候 曾經就是他當時帶頭 那當時前代的很和平的 但他離開之後 後段的那些人群 並沒有離開 因此產生了暴動 當時蔡英文主席 他就曾經做了一個回應說 那些人不是他找來的 他已經離開了 那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套在您現在的這個回應說 這些人不是您找來了 您已經離開了 您覺得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不是上課啦 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講結論 你剛剛的類比不倫不類 極其荒謬 曹青兄 剛剛那個問題有很荒謬嗎 黃國昌是學法律的 如果對這樣的一個因果關係 把人家批評為所謂的這個 不倫不類極其荒謬 我看他是指他的行為是不倫不類 極其荒謬 黃國昌本身是學法律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知所謹 他知道他應該點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然後事實上我們從最近 整個望中的併購案看得出來 他是極其的怎麼樣 表現極其的怎麼講 發表他的意見 任何一個言論的發表 他都不會閃過的 包括我上NCC公聽會的時候 他也是上去講了三四趟 我覺得他真的是 想要表現出他的立場壞 為什麼他一個法研所的副教授 他不對於台灣的法律的 這樣的一個議案去做推動 去做修改 施改會嘛 然後是對於媒體這個 他不陌生的一個東西 他不斷地去表達他的意見 原因在哪裡 我當然要懷疑你的動機嘛 你寫法律的最清楚了 我懷疑你的動機是不是不單純嘛 不單純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受人的錢嘛 我懷疑可以吧 那當然因為你本身是學者 你要受到更高的標準嘛 你今天到了這個NCC的現場 去找了你的好朋友說 大家在那裡去反對媒體壟斷 你說有學生來支持你的言論 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跟學生 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對你熱情的支持 但是你沒有 你就快跑 跑了之後你說我沒問題 我沒問題 你為何要做這樣的切割 張景華老師 你叫這麼多的記者學生 但是記者去追查真相 你沒有反過來支持你的學生 你反而去支持一個言論 讓人覺得很奇怪的一個學者 我真的是懷疑 老師你是被利用了 說不定人家收了不少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企業的東西 或等等之類 你都不知道 人家做人頭啊 難道你不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整個學生 這個東西你黃國聰必須要說清楚 講一個明白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連概因果關係 如果沒有這樣子 我們沒有必要去這樣質疑 但是既然有質疑了 你身為一個法律人 你應該為自己的這樣的清白 講清楚 甚至於找出證據來 這個女孩子 這個歐巴桑 發錢的大神 到底是誰 為什麼他會在那個 你發起的這樣的一個 抗議的活動當中 你的學生來了 你去幫他 你幫這些學生發錢 為什麼 他說他是家長 但是如果他是家長 那應該不難查出來吧 就算他不是家長 現在的人肉搜索很厲害的 對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學生其實是拿錢沒有事情的 沒有涉及刑法的 你可以出來講 貓咪人叫我拿錢的我 我們去參加什麼行動去 是誰拿錢的 好 這個阿桑拿錢 阿桑是誰的 講出來 但是黃國聰好像一直 趕快撇清這關係 不用怕 沒事 講清楚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說 早上如果說兩三百個人 我們說施誠兄 如果說一個人五百塊的話 這樣子隨便一弄十來萬 誰在出的這個錢 而且在記者會上面的時候 這個黃國昌老師他就批評說 報導傷害學者 那發這個走路工給 不曉得為什麼要來的同學 藉著說我們是來支持 或者是抗議的民意 這樣子算不算有操縱 或是扭曲學生的價值 他們自己如果真的有核心價值 他們來怎麼會要你的錢才來 沒有錯 我覺得現在傷害學者的 不是我們這個什麼週刊 而是你如果沒有講清楚的話 這是最傷害學者的 我們之前不要管了 之後你的表現 時報週刊不是什麼週刊 時報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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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說你之後的表現 我是蠻失望的 因為這涉及到你的親喻 你知道嗎 剛剛這個千人談到 這個白衣女子 剛剛這個曹西那邊談到 她發的不是一場 發兩場 早上發了15萬 下午一個人再200 錢不夠還要再去提款 期待引擎 對 弄弄 哈不浪噹 20萬 那會是個路人假發動的嗎 你覺得你確定嗎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這些什麼叫 我覺得黃老師說 這些學者被污名化 不是 可是當你跟這些所謂的學生 被發動的學生 牽扯不清的時候 他們背後的那個陰謀 阻止者 所謂剛剛中博談的 常敬人 是誰 你就必須要把他釐清出來 你絕對不能用毫無所惜 這樣四個字就一筆帶過 那我問你 那我如果時報這段壞一點 你毫無所惜 我不追了 以後這個案 這個case永遠跟著你 黃國昌就上次跟那一些 那個學生被動員 牽扯不清不楚那個 那個就是他 以後你在學界 以後你在學界還能夠立足嗎 還能夠牽扯說 這個學者是為了理念而戰 為了他自己的想法而戰 不是為了其他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你說牽扯他會侮辱其他的學者 要把他切割清楚 如果說你不講清楚 不能說不講清楚 你應該是積極的希望 把他的長期人找出來 到底是誰發的錢 是有這麼多錢 要發佈這樣的一個運動 然後他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不然的話你一路反到現在 因為這個事情 你整個反 你的整個的這種作為 會被扭曲掉 然而為你是有目的的 你這樣子的話 你對你自己的學界的親喻 一定是傷害 不要說證實或否認 所以你要積極 絕對不能說毫無所需 毫無所需 絕對不是你現在該講 你說好 我現在 我跟十八號一起追 把他追出來 這個白女到底是誰 第二天就追出來 馬上追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說毫無所需 如果說毫無所需 我覺得其他學者會說 你毫無所需 告訴你 我們整個撩撩下去 好像滾到頂了 這樣我們就會覺得很受傷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要釐清 不能是這樣就結束了 而且莊教授剛才這個 黃國昌老師他在記者會上面的時候 在那個記者會上面呢 他們一直在批評所謂的新聞自由 甚至還點名了 還點名了中天新聞 還點名了時報週刊 但是今天我們在連線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 如果我們真的是有立場的 要來扭曲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不要在那邊連線了嘛 我們就你連完了帶子拿回來 我們撿我們要的 給觀眾看就好了 但是我們選擇了 整個大幅的連線 他在裡面對我們是有批評了 我們照樣連出去 這樣子還沒有新聞自由 還沒有公平 這樣有什麼 沒有被封口吧 他們其中有一項 除了新聞自由之外 他們也在強調要捍衛民主的價值 民主的價值就是 大家都是國家的主人 你有你的看法 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所以新聞自由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表達看法 所以我呼籲仲博剛剛講的 不能是說你的看法 就是代表捍衛民主價值 捍衛新聞自由 別人的看法就代表說 這個是被收買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對 還是用中資來引射說 這個就是有色彩 那有沒有中資 這也就是民主裡面的法治 從法治裡面去查 政局 那如果國家的部門都說沒有的話 你還用這個再做引射 我就覺得非常不好 另外一個 講毫無所需 我是覺得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 在社會運動的過程 學生也好 我們也好 我們上了街頭 為了什麼 我們上了街頭 拍在頭 很累到 時間不用去享受 還是要做什麼 希望透過這個運動吸引媒體來 然後再跟媒體講 我們的理念 讓我們的理念能夠透過媒體 去跟社會大眾知道 讓社會大眾去感受到我們的理念 來支持我們 形成一股力量 這就是社會運動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社會運動 大家都戴面具的 第一次看到社會運動的時候 媒體問他 他不講的 你不要找我 因為看到媒體 應該衝過去說 以前我們是 我們知道 以前我們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三台什麼都是很強勢的 我們是被批在外面的 好不容易有個媒體要訪問我們 我們抓住了要講一個小時 他都是給你五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會有上面的壓力 大聲宣揚理念都來不及了 所以這是要大聲宣揚的 結果沒有大聲宣揚 所以我們覺得他這一塊是很奇怪的 又爆出走路工 所以我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媒體也好 社會也好 應該多了解這種狀況 因為我有一次感同身受就是 我辦了一個公聽會 有找立法委員來 兩兆 兩兆 一方面是居民 一方面是學生 結果學生這邊出來的 超過我的預期 後來有消息跟我講說 學生這邊有人在送便當 OK 後來立法委員就翻臉了 他說我給你面子 給你安排這個公聽會 就希望兩邊的人要平衡 可是你這邊 動員的是這邊的三四倍 好像其實那個 好像差很多勢力 他說你要幹嘛 當場就翻臉了 可是我不知道這種情況 後來我去查清楚了 因為我有去跟這個立委說對不起 那其實那個時候誤會 那個居民也誤會 好像說我們要搞什麼小動作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既然已經發生了 又後面的這些走路工的事件 我覺得除了媒體社會之外 黃國昌發起這些運動的人 也應該要去了解 把這件事情理清了之後 還給社會一個真相 我覺得對台灣的將來是好的 我覺得我們是就事論事 今天如果說是另外的case 然後一個另外的教授 出現同樣的情況 我相信時報也做同樣的調查 一樣的意思 不是針對黃國昌這個人 是針對這件事情 你一路走來 因為你的立場很鮮明 可是卻爆出來那種 需要走路工這樣的一個學生 所以人家會把它鏈結在一起 這就很奇怪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釐清楚 你一路走來 你的理念是什麼 你的理念跟這個走路工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 把這些學生的幕後出事 一定要找出來 除了時報以外 我覺得黃國昌本人 也應該做這個事情 不能太被動 絕對不能太被動 事實上這樣講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媒體就要追查真相 對 我跟你講 我跟黃教授的人講 你實在很可能 你今天開記者會 沒有其他台人硬去挺你 只有我們中天 我們是最希望 你能夠說清楚講明白 其他台人好像 給你點名字就沒話說了 好 今天換個角度 時報之外找到 做到 追到 這樣的一個手錄工的人 如果換作一週刊 我告訴你 黃教授 你的事實在很難看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其實都很含蓄 今天如果是蘋果 如果一週刊 拍到的學生 收受的手錄工 我跟你講 你就完完全景怎麼樣 就被他畫等號 我們很客氣 我們只想說你帶頭 那這些人有連結 你自己要說情緒 你不要說 老實說 如果你的言論的立場 把你的學生跟老師找來 然後你沒有去說清楚 講明白 你是誰 你是這個人背叛人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 身為一個法律人 這是很糟糕的 你把你的其他的共同 同志的人來支持你學者 其實你背後隱藏 這很多的其他利益的話 那這樣的東西 是很可怕的 我們還要相信你的言論 而且最可怕 最可怕的地方 在黃國昌過去 按照他自己的言論之後 不斷地散步 我們講散步是有點那個 就是你不管透過 你媒體的角色 去把你講你的理論 到最後變成不對 也說變成對 變成把事事 把過去所謂的媒體 所謂的集中 或所謂的媒體的恐龍 都變成你的口轉出來之後 變成無限的胖大 尤其所謂的 這個華盛頓郵報 六事事件之後 透過你黃國昌老師 所傳播出去的 變成一個蔡明先生 好像無惡不色一樣 原來是你不斷地 透過這家媒體 兩個三個不斷地去擴散 那這樣東西你的用機 你的動機到底何在 老實說我真的懷疑 你背後真的有所謂的人 在支持你 錢從哪裡來 你應該講清楚 好 施誠兄 我們剛剛在記者會的時候 聽到黃國昌老師 他是講說 知道有學生在現場 他本來是講說他很感動 然後後來又撇清撇得這麼乾淨 說我都不認識 他都一無所知 你說這些學生 如果照我們說兩種說法 一個是假設 他們只是拿錢來 根本就像我們看到 他們不知道來幹嘛的 那如果只是拿錢 這件事情對他可能就沒什麼意義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心來了 發現說你前面說很感動 後面說完全不認識 跟你撇清 那不是很傷心嗎 沒有錯啊 如果前面叫感動 後面就變感冒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黃老師 真的有必要釐清說 你這個跟學生 真的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可能必須要做 為什麼 現在你知道嗎 我們媒體這麼多 然後我再舉吳敦英的例子 你看因為上次那個數字周刊 那個這麼大片 只有這麼一點點 然後現在這個 這個吳敦英副總統 已經撇到撇不清 每天在那邊 擠牙膏 都不適合 可是一點證據都沒有 他還沒有我們拍到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他的資料是非常的少 都是那種間接 間接的間接 然後現在很多人說 不然你來告啊 你來告啊 就變成這樣子 那到這個case 我覺得這個case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說 直接鏈接說這個黃國昌 跟這些所謂被動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的確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你的訴求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會懷疑說 那中間有什麼關係 所以當然如果不做說明 我們也沒有意見 可是這個case 以後就是跟著你說 黃國昌那天出現場合 有人動員學生在現場做抗議 那黃國昌現在講得不清不楚 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以後就跟著你 你以後在學術界 就是這樣的case 一直跟著你 那你願意這種情況發生嗎 那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做 所謂毫無所惜這樣的切割 這就回到剛才這個 這個中研院可能就要頭痛了 對 毫無所惜 毫無所惜 然後這件事就跟你毫無關係 不可能嘛 你想也知道對不對 我相信你在媒體界 你也知道媒體現在的狀況 你不可能毫無所惜 然後這件事就嘎人而止 不可能 現在有YouTube啦 永遠都可以查得到 來自教授 因為我們長期做這個社會運動的人 我們知道社會運動 不是一天就蹦出來的 它是一定要有活種 然後這活種 那種慢慢慢慢的醞釀 然後各地都有人 把這活種帶回去 再帶大家出來 就像那時候我們在中正經典堂一樣 一些人先去佔據中正經典堂 那這活種起來了 那這些學生過去看了以後 覺得聽到的理念 聽到的理念以後 又回到各自學校去 再把活種帶過來 那我看張錦華 張錦華是在學術界是 地位是蠻高的 很高 然後他今天講得很清楚 他說你們白藝人女子是你們拍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應該把他找出來 我客觀的看 代表說他對這件事情不了解的 那我就覺得很好玩了 他們幾位是長期以來 對這個案子最關心的對不對 然後也帶領了社會的風潮 那他們沒有帶人來 人跑出來 誰會帶這些人來 就是說除了他們之外 台灣還有哪些有代表性的人 可以去感染這麼多學生 我們要知道現在台灣的社會 你要動員兩三百個學生 是非常困難的 沒那麼容易 那這兩三百個學生 可能來自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學校總是有老師 或是有代表性的人去帶他們 這些人跟他們如果說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這些人是怎麼跑出來的 那這些人如果有這麼大的能量的話 他們應該是另外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絕對有資格開記者會 有資格去動員 同時在這個現場去號召社會 跟社會講說不應該怎麼樣 在NCC委員在這個案子 不應該讓這個案子過 可是這些上面的動員全部沒有 只有下面的一群學生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們從事過社會運動的人 都可以看出來 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斷層 這個斷層像兩位剛剛講的 也許是另外一種力量進來 才會這些學生會這樣做 完全不符合社會運動的常理 那假如這樣的力量是 別有用心的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一起把他揪出來 揪出來 對 而且曹星如果像他剛剛在記者會上面講說 他在網路上面號召發起這個活動的時間 是當天的上午9點半到10點20 那寫得蠻清楚 但是他在這個活動的所發起的 發的那個傳單上面沒有寫時間 所以人家不見得會知道說只有這段時間 所以一整天來的都應該算在這個號召活動裡面 沒有辦法撇那麼乾淨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說因為 黃國昌不斷的在最近幾個月來 針對反併過案站得很兇 帶頭反旺中 這絕對沒有錯 這是屬性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整個和平案 在這個NCC就要審了 做最後的協議 整個是台灣媒體的一個大盛事 所以大家在講 這個黃國昌今天要去內訓 我要去證言他 這也是合理的 但是好 萬一沒有學生來聲言你 然後是有人說我們要停一下 或者黃國昌這樣可以拍款 有學生來 然後發點手錄工 手錄工 手錄工沒有錯啦 不會犯法 但是問題是你打得這麼樣的 至高無上的旗幟 然後做這種事情 就讓人家覺得很卑劣 所以我覺得你黃國昌很多事情 都是用片面的方式去說明 讓好像一講完就沒事 好像我們媒體都不會去追了嗎 你過去講的話不算數 就沒有事了嗎 其實現在媒體 過去都是常常被這樣講 沒有追查真相 不好意思 林曹金 我們現在時報週刊 就會追查真相 把這個白女子是誰 我們會幫你找出來 會幫你找出來 那你到時候再感謝我 那當然我認為 黃國昌為什麼不敢找 一定會管你 我們找出來 如果跟你有關係的話 你寫幾步行戳不完 好 最後一點時間輕鬆一點 今天施誠兄看到照片的時候 嚇一跳說原來是這樣 然後吸煙是一回事 下面亂丟煙地什麼 真的都被拍到了 剛才曹金兄還講說 這個不是只有一根煙 不是只有兩根煙 是好幾根 現在你知道嗎 董事基金會前次做個調查 在台灣在地面上 有上百億根煙 上百億啊 上百億 我這個數字絕對正確 他說我們一般走在路上吸二手煙都不知道 那我輕鬆一點 你自己承認錯誤了嘛 以後不要再幹這種事 你是老是要幹錯 那一般路人都在幹這種事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稀奇 這種事情雖然是小動作 可是大危害 一個人丟三根 然後一千萬個人丟三千萬根 那每天這樣丟 你看上百億根就丟在上地路上 好我們還有更多的焦點 待會兒整點新聞馬上回來